三天內要蓋好一間活動中心 這在緬甸從沒發生過 馬來西亞慈濟志工攤開設計圖 也運來建材和工具 要讓這個承諾成為事實 透過翻譯了解建材的選擇 也學習如何使用電動工具 69歲的烏索哀是傳統的木匠 曾參與浮種發放 這一次他更是大開眼界 建議烏魯河搭建 來自仰光的羅達明是特地來見證 學會的不只是技巧 空地上的木匠 空地上的木匠 從無到有 馬來西亞和緬甸志工們 一起搭建了自己的社區道場 地主烏扇丁推動米鋪滿 帶動村民做好事 現在更進一步熱心捐地 也要把刺激深耕在村民心裡 大愛新聞緬甸綜合報導 很聰明